老西关的巷子里 广州人以一碗云吞面开始今天的第一餐 广市云吞面 每家的出品也许各有千秋 但总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萦绕在食客的嘴边 这个神秘的滋味 秘密就藏在汤底里 无济云的云吞面店就开在巷子里 楼下食客满座 楼上他在烤大地鱼竿 大地鱼也叫笔木鱼 吴锦云用炭炉慢火烘烤 两面烤至金黄 薄薄的鱼身逐渐逼出油脂 浓郁的咸香味飘逸出来 让人开始口舌生津 用炭炉烤的大地鱼更为浓香 因为烤制太慢 绝大部分云吞面店 已用微波炉或煤气炉代替 原来广州人做云吞面 用猪骨 大地鱼 虾子 火腿熬制汤底 他们把烤箱的大地鱼当香料 来提高骨汤的香味 这正是广式云吞面 汤底的灵魂所在 除了汤底 大地鱼竿还可以跟云吞亲密结合 先挑选肉厚的大地鱼 包肉去骨 下锅炸至酥透 最后把酥脆的鱼肉碾压成粉状 再混进猪肉馅里 如果说大地鱼给广式云吞面 贡献了浓香与鲜甜 在它的产地 变化更加多彩 上位马公港口 老船长林妈明起了个大早 一位妻子给他交代了一个采购任务 大地鱼在海传第七生活 渔民们用海底拽网的方式捕捞 因此当地人也把大地鱼叫做地宝 年底是大地鱼肥美的季节 林妈明买了二十斤大地鱼 给妻子晒鱼肝 扇尾是大地鱼肝的主要产地之一 当地人把它用作调味品 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丝大地鱼肝的鲜香味 林妈明的妻子罗黛蒂 叫来了八十多岁的遗仗 帮自己处理丈夫买回来的大地鱼 鱼越小越难杀 要划开薄薄的鱼身 刀工烧训就很容易把鱼刺穿 不仅鱼全部处理完 在自家门前的海边晾晒起来 伴随着海风与艳阳 大地鱼肝每几天就晒好了 和广州的云吞面殿一样 罗黛蒂把大地鱼肝在明火上烤到酥脆 一条条鱼儿化为金黄色粉末 罗黛蒂怕孙子孙女们吃到骨头 又把鱼粉细细筛了几遍 鱼鲜味弥漫开来 这些大地鱼粉 变成了扇尾仁最喜欢的调味品 鱼丸是扇尾仁过节或待客必备的食品 马胶鱼是当天捕捞回来的量货 反复摔打至鱼肉起胶 调味的大地鱼粉上场了 这样的鱼碗吃起来咸中带鲜 又有微微的烘焙焦香 十分惹味 海盐腌制过的大地鱼曾经是渔民在船上的下饭小菜 当地有一种独有的吃法叫撩春 春就是鸡蛋 把腌制好的大地鱼放进砂锅里加热 融化后的大地鱼散发出浓郁的鲜味 这时把鸡蛋打进去混合继续搅拌 在鸡蛋九成熟时熄火上桌 砂锅的鱼温让鸡蛋刚刚熟 油炸后 大地鱼干挥发出更多油脂香味 再与芥兰同炒 寡淡的芥兰沾染了海的气息 爽口甜美 饭菜了饭菜了 罗代帝喜欢热闹 如今丈夫很少出海 儿孙陪伴在身边 这一桌大地鱼宴 就是对那个漂泊时代的温情回忆 到海边渔船吃鱼 王洪瑞喂的就是这口鲜 做了十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 准备做刺身 在动刀之前 他还要做一件事 我们先做个山葵 准备好材料先 然后再煮鱼 山葵 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 为了最佳的口感 山葵必须现吃现磨 通常十两分钟吃最好 十两分钟 阿龙哥 我今天我都带了 我自己磨的黄芥辣来 那待会我们PK一下 好 刺身在中国也叫生鱼片 古代称之为块 而日语里刺身也写作块 不一会儿 叶土龙就把鱼肉切好了 好 先把日本酥油 好了 跟着就加些黄芥辣 拌拌它 来 金黄色 行了 黄芥末入口 一股辣劲直呛鼻腔 但很快缓解 随即满嘴芳香 山葵的辣度与黄芥末相仿 但带着植物特有的清新 生鱼片的鲜味被极大的激发 这两种香料赋予生鱼片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 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 十二月是芥菜上市的季节 花期过后 芥菜籽儿逐渐长大 成熟后的芥菜籽儿晾晒干燥 便是制作黄芥末的原料 在辣椒这个薄来品出现之前 黄芥末是中国古代辣味的来源之一 王洪瑞是制作传统黄芥末的高手 把当地的芥菜籽儿倒入石充 倒碎成末 细细研磨后的粉末 要用油纸包裹 再放到锅里隔水蒸 让粉末充分吸收水分 真的不行 哇 厉害了 用粉末